因為聽說很多人洗床用的名稱是會用的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影片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怎麼去寫它 然後這個好像基本可能會不太顯示出來 所以就大家盡量一下 我們就只要講一下要怎麼去設定你的程式 你洗床的主要設定有一些東西 比方說就是刀子 刀子要設定我要哪些種類的刀子 然後還有你的素材 就是我的工具大小 原本工具的木材它的大小是多少 還有就是一些程式要設定的東西 第一個我就先設定我要哪種洗刀 像我的程式會用到一把20mm的斷洗刀 然後還有10mm的斷洗刀 然後它沒有刀筆的感覺 所以就要把刀子的設定 再來一把3mm的洗刀 也是一樣 刀筆斷解釋 這樣子 然後按一下套用刀具 通常很多東西都要用到套用 通常很多東西都要用到套用 它才會幫你把那個程式的 就是把設定全部設定好 再來就是我的空間大小 102,102 跟60 啊對了 我加點 這樣子 它有數材 你會看到我的數 嗯 這個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顯示出來 我好像沒有顯示出來 就算了 就是 之後你會看到這邊會顯示那個 你的 數材大小改變了 然後因為錄製程式的關係 所以這邊會顯示不出來 接下來就是模擬參數 我們先試試看不要設定的話 它會發生程式 先把程式打開 然後你會發現說 我的程式整個 欸還是看不出來 還好算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你會發現說 我的程式的路徑會怪怪的 不是我預計要的樣子 所以說我模擬參數這個要調 呃 第一個要調的是 我的程式原點 呃 程式原點的話 它有好幾個點 它有 123 9x3 9x27個點 可以讓你選 呃 通常的話 我會選右下角這個點 就好 這個點 然後我就按一下G54 你會發現說這邊 它的座標改變 然後 G55 G56 每一個就是G54到G59 這幾個就是 你可以設定 你的程式的原點是哪一些 它有六個 它有六個點可以讓你選擇 呃 我有三把刀 所以我就用 三個點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按一下透露 然後它的那個 然後它的那個 小心 它的刀子 它的路線就會正確 然後 再來就是 你的 補震彈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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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話 我有一把刀子 是 11 欸沒有 直徑的刀子 啊它的半徑就是 我沒有 把它想討論 這樣就好了 呃 如果你沒有用到 輪廓切消的話 這個補震板 其實是不會用到的 呃 如果你要用的話 就是要 這邊要設定一下 要不然的話 你的程式會錯誤 大概就是這樣 嗯 設定 設定的東西 這個是這些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去照著程式去打 說你要打那些東西 然後 講一下那個 這個 程式的結構 就是 比較傳輸的時候 你會 呃 比較傳輸的時候 就是 頭尾都要加一個 passet 這個passet 呃 然後因為這個 用不到的時候 我就不加了 再來第一行就是 你的程式 程式的名字 東西 它其實跟車廠的差不多 就是 G01啦 G00 都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一樣 可是它多了一些 坐標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 就是因為機器的問題 所以你的 跑的方式 不太一樣 像 G91 它會切換到相對坐標系 就是 它會相對於某個點 然後它會像 G91 G28 G28就是 機械圓點 所以說這整個意思就是說 相對於機械圓點 然後 距離 0 自己軸是0 所以說我的刀子 我的刀子它會跑到 機械圓點 Z軸的機械圓點 之後我再去跑 X軸跟Y軸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看好像比較大一點 好 在M19 M19是讓刀子去做旋轉 它會轉到一個特定的點 轉到特定點要幹嘛呢 它是要為下一步的換刀子 對 就是 下一步就是M6T01 M6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換刀 然後換幾號刀 T01號 就是1號刀 我的1號刀 這把 20mm的刀子 再來就是讓軸 機器轉 就是讓它的主軸旋轉 M13是正轉 就是讓主軸正轉 之後 速度射600 RBM 再來 G54 G54 就是讓它跑 我的城市原點值 G54號 就是 G54的城市原點 就是 這一個 那 原點是這個位置 再來它區範為G90 為什麼要牽衡G20 因為 你前面有設一個G91 它現在是跑在G91模式上 在前面 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直接打第10的話 我的機器會 它會 沿著你的 它會沿著你的機器原點 往上跑10mm 10公分 10mm上去 不是跑到你的 這個G54的 10mm上去 所以說 我要調回絕對座標系統 然後再打第10 然後 再一個注意一點點就是 G01 第一次G01 一定要打進擊率 你沒有打的話 應該是切削數 你沒有打的話 沒有打的話 那它層次會爆錯 它不給你跑 這個150 F150 就是打F多少 多少 然後F150 通常都是出色銷 就是比較粗一點 你比較金的話 就F100 或是更小的單位 這樣子 差不多就是這樣 再來 比較進階的是 G42 G41 G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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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做輪廓切消 它會沿著我設定的這些輪廓 去做切消的動作 然後 它會 做一個半機的讀證 我會去讀 它這個D02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去讀 這邊的補正半戒 這樣子 這樣子 之後 它會去沿著這些路徑去跑 G42 G42 之後 呃 這個G42模式結束之後 你一定要打一個G42 不然換它的模式結束 再來還有一個G41 它是轉另外一個方向不正 王技總不正 也有不正 查一下 就好了 只有程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有最後的結尾 結尾的話就是M05 M05就是說 讓我的軸停止 它用到的地方就是說 比方說 我換到的時候 一定要把軸軸停止 然後 轉到一個方向 之後 換到 再繼續轉 轉化座標系統 這樣子 然後 你的 換到的時候 一定要回去一些原點 不然的話 你到時候會換不了 最後 最後 最後最後的結尾 就是打M30 就是別程式結束 這樣子 機器結束 嗯 細創的 解說 大概就在這裡 最後就是 提醒一下就是 這邊有幾個按鈕 上面這兩個不要按 這個的話 你連續按的話 程式會降掉 然後這個的話 你按不下去 按下去的話 它會要你做什麼授權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用不到 所以說你只用這個 它會幫你把你的 刀子的陸續全部畫出來這樣子 像這個的話 是切換你的視角 還有就是 這是什麼 讓你這邊移動 這個是做旋轉 這個是做旋轉的移動 然後 這個是做平移的移動 會不太一樣 如果發現你移動的怪怪 就是按這邊的Ground 就好了 這樣子 大概就到這邊 所以 其實 是